镜头转回到学校 生澳国小的连外道路已经铺设完成了 在公务处长等人的陪同之下 市长张通荣亲自前往现场视察 市政府公务处长李同诚等人陪同下 市长张通荣亲自视察 已经铺设完成的生澳国小连外道路 对于未来全校师生都有一条方便安全的连外道路进出 市长感到欣慰 也肯定公务处克服各项因素 积极完工的努力 在这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 这个生澳坑信义区的市民朋友 以及我们生澳国小的家长们 能够对我们整个工程 我们公务处 我们工程单位的辛苦 大家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喝彩 让他们做得很辛苦 实在是因为众众的因素 所做成这个工程 有什么延宕 我们希望好了以后 大家都好好的让学校 有一个正式各级的这个道路 让我们学统跟家长 跟所有的教职员上下学都很方便 我在这里还是再次的要代表市政府 我们的这个行政的主管 来谢谢我们公务处的理所长 跟我们公务处 我们这个图木科 我们的这个科长跟同仁 大家的辛劳 非常感谢大家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小阿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